哈囉各位夥伴大家好 歡迎收看 Will Be Good 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學員啊 朋友啊 夥伴啊 看了我的頻道 那非常好奇說 欸 Will 那你都是怎麼挑東西的 為什麼看起來東西都蠻少的 然後也都蠻好的 那到底怎麼去判斷 要買哪些東西該不該買 我們通常在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當你有購買的衝動的時候 通常你都想什麼 那這些想法是你要去聽的 還是不應該聽的 所以比如啊 我最常聽到的就是啊 可能我身邊有很多人啊 包含我的太太 大家會說 喔 這個東西很好用 我看到那個媽媽群組裡面 哇 大家都在討論 然後真的非常好用 所以呢趁現在有折扣 就趕快買了 各位剛剛這樣的一段下面 你發現了幾個要素嘛 第一個 別人用 非常好用 第二個 可能誰在誰一直講 你要買 要買 要買 再來第三個啊 欸 最近有折扣 再不買就來不及了 或者第四個 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那家店了 所以呢 這是大家可能會在買東西的時候 最常出現的心態 那當然啦 有些東西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是非常符合的 是可以買的 可是 如果你回去回顧一下 你們今天 今年 買過的所有東西 可能應該會有個 至少好幾樣 是你發現 並不如你想像中的那麼有用 那如果把這個錢 省下來的話呢 可能 你可以去買一個 現在你更想要的東西 買東西也好啊 消費也好 或者是我們做任何 很多其他決定的時候 而基本上 情緒的影響 會大於理智的影響 所以如果我們在面對 每一個有情緒上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微的 有一些工具 把你帶回理性的機制 就像是大家應該看過 快思漫想這本書 那麼呢 你就更有機會做出理智的決定 那就比較不會後悔了 所以呢 到底在買東西之前 你怎麼冷靜下來 依照什麼樣的準則 開始去做選擇呢 那這就是 我要分享給大家的 我個人的一個準則 我有一個公司 就是買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 它最後的價值 取決於 三個要素 第一個叫做爽度 買了當下一定超爽的 你可能買當下的一兩天 那個東西會非常非常開心 可是這個爽度 是會有 就是你第一天很爽 第二天很爽 即便是買房 你爽了一個月之後 接下來慢慢地地檢 那爽度呢 通常是 跟你期待的這個東西 多久了 有很大關係 你想的這個東西越久 比如說你想這個 簽名的球鞋啊 想這個演唱會啊 想的這個包包啊 你想的越久啊 那個爽度 會越高 OK 所以如果這個爽度 你可以打100分的話 哇 那代表你期待很久 你計劃很久 考慮這一點啊 你可以比較避免 所謂的衝動消費 即時滿足 所以這個爽度呢 可以確保說 你是有計劃性的消費 但計劃性的消費 不代表它是有價值的消費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點 叫做使用頻率 使用頻率呢 就是跟它的功能有關係了 到底它能夠對你貢獻多少 你不會買完之後 三分鐘熱度 後面就不再用了 所以使用頻率 其實是我最看重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個人是金牛座 非常的務實 我的很多東西 基本上都是會 每天使用 或是非常頻繁的使用 我觀察到的 非常非常多人 他們買最貴的東西 並不是他們會最常使用的 甚至因為他買的很貴 他不敢去使用它 好 那這個就變得非常詭異了 如果說今天 你買了一個車子 買了一個鞋子 買了一個衣服 或一個外套 或一個包包 那你一直不去使用它的話 其實這有點是 我們叫玩屋上智了 OK 因為那個包包並沒有發揮到它最大的作用 當然啦 它的目的是要 擺在那邊漂漂亮的 是滿足一個心上的欲望 等等的 我比較會把錢花在更多人 可能覺得不應該花的地方 我會買像椅子 買我們家的床 就是這些家具 因為我每天會使用 OK 我可能買得很好筆 我每天都要寫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個角度去思考一下 你可能買那些東西 如果你可以頻繁的使用它 其實它會發揮更好的效益 接下來第三個呢 叫做機會成本 如果這個錢我花下去 我能不能有更好的選擇 我如果可以把這個錢拿來做更好的投資 或者留下來的話 我能不能買到其他東西 所以呢 這個給我考慮到說 我們有沒有一個可能自己的 採購清單 我在看到什麼東西我想買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清單 這個清單裡面羅列的時候 我想買東西 那我會定期的檢視它 如果發現三個月後 兩個月後 沒有那麼想買的 我把它刪掉 像前陣子 我非常非常想要去買 一整組的高爾夫球具 但是疫情就好像冷靜下來了 所以結合以上這三點 爽度 乘上 使用頻率 再乘上它的機會成本 讓我自己可以回歸到理性 我相信啦 應該可以解決掉 我們剛剛探討的所有問題跟情緒了 那接下來 我也用可能一個實際的案例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整個思考的過程 所以呢 比如像這個 TOMI的包包 這個包包呢 是我在2018年的時候 有一次出差在香港的機場買的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當時這個角色的流程 所以首先第一個 TOMI的包在我當時 很多跟其他商務人士交流的時候 我發現說 大家一直都覺得說 TOMI這個品牌是商務人士的 最好的包 然後我想說 那我應該有一個TOMI 到目前為止 只是在爽度的成績 所以我開始去知道說 哇 那我使用它的頻率 還有它的功能 能不能符合 所以呢 它的功能就是 我能不能每天背它 不管是在我出差的時候 那我就很重視 它後面有這顆 是可以掛在行李箱的 再來第二個呢 它是夠大的 我要出差 當天的 或是兩天的 你並不會想要再多帶一個行李箱啦 所以它的空間是足夠大 那再來呢 上面還有一個 我可以刻我的名字的這個名牌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TOMI有一個非常酷的設計 它有一個叫做 TOMI Tracer的系統 當我有了這個碼 我去註冊一下 當它遺失的話 其實它們是可以幫助你 去追蹤到這個包包的 所以呢 再結合這樣的頻率的判斷 還有機率成本的判斷 其實我發現說 哇 那這個圖片包是 非常非常 耐用的 也比起說 可能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很多 其他的這個包包 以下是要在這個場合 以下是在那個場合 這個我可能可以去試用更多場合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當下做了這個決定 去買這個包包 OK 那有沒有哪一些是 可能我本來很想買 後來沒有的呢 也有 我剛剛有提到說 像 明表 因為很多人都告訴我說 WIO你現在這個階段 應該要買一個 很好的表 那我也是有非常認真的 把它放到爽度清單裡面去 然後呢 直接到1011裡面 一家一家店去看這些表 然後也跟這些店員 去聊聊天 等等的 所以呢 發現說 如果我買了這個表的話 當然第一個爽度會有 第二個實用性 比起可能一般的表 我更難去每天的帶它 因為它也有場合的要求 如果我今天要去一些運動的話 我不敢帶它嘛 再來第三個呢 這樣的表會 額外花費我 其他的時間精力去照顧它 那可能我就少了一些時間精力 去跟我的老婆小孩相處啊 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好 那因為這樣子啊 我就可以非常堅定的說 哦 先不要去買這些表了 好 所以希望這個 簡單的公式啊 可以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這是在面對我們在買新的東西的時候 可是如果在面對回我們自己 已經買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可以開始考慮所謂的 沉默成本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已經真的不再去使用它 比如說你們家的跑步機 你放在那邊 真的就是掛在那邊 放很多衣服啊 等等的 它已經適於它的作用了 那我希望你可以真的 思考一下 把它送出去 或者是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賣出去 因為你們家的地也是非常非常貴的 它一個跑步機在那邊 已經沒有價值了 然後占那一塊地 一瓶幾十萬 也是蠻不值得的 OK嗎 那也有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你覺得你到目前為止 買過最實用的 最符合以上那個原則的這個 東西是什麼 還有你覺得最不符合的 只是很後悔啊 當時應該把錢省下來的東西是嗎 OK 那非常期待看到你們的分享 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 我也要順便給大家預告一下 最近呢 我又買了一個新的玩具 它現在應該是從歐洲寄過來 當我說到的時候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買它 以及它有什麼非常非常棒的 功用